欢迎收看 民间特征组 揭发不公不义 维护你我知的权利 我是主持人赖丽英 赖小英 今天的来宾资深律师 杜家居律师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律师好久不见 最近很忙啊 好 这一期很热就很忙 很忙哦 好 那杜家居律师呢 同时也是开南跟民传的 法律讲师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请大家进来的时候 对 在下面先按赞 留言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我们的民间特征组 今天我们有两大到三大主题 我不知道来不来 讲第三个主题 就是杀猪盘 大家最近应该常听到这个名词 到异国去求职 然后就变成诈骗 然后又变成求救了 这个诈骗的企业王国 它不是只有杀肥猪 不是只有肥养 是把你当猪仔一再的扒皮 那另外呢 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 口口声声说是台商的好朋友的政府 疑似技术性不让台商回国投票 因为有超过两万 有超过两年没回来的人 估计有20万人以上被除户籍 彰化有一堆的台商被除户籍 也导致他没有办法升格 升为这个新的直辖市 所以呢这些人怎么办呢 很多台商说应该要再起投票 国外都有再起投票 美国也有再起投票 但是我们的政府说 好啦我两年放宽到四年 你四年内回来都可以投票 都来得及 但实际上不是哦 今天有台商找民间特征组 来诉苦了 待会播给大家听哦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今天最夯最夯的议题就是 这个林志坚还有陈明通 通奸二人组啊 应该GG了吧 不见得 因为这个原则上来讲嘛 我们政府对学生是很好的啊 所以说对学生的权益保护最多啊 我们大法官一直讲说 这个任何跟学生有关的呢 都可以做诉讼 所以说这样一个这个撤销学籍 撤销这个硕士学位的处分 是可以打行政诉讼的 那行政诉讼 然后庶院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再上去在最高 行政法院大概这个选举完了 这个案子都不可能会定调的啦 所以我想说这个为什么 民进党这么努力的啊 这个总统都已经指示了 要全党就议的要相信啊 这个因为反正最后拖个两三年 真的判决的时候大家也都忘了 所以意思就是林志坚 真的会要提起行政诉讼啊 这一定啦 他不提起行政诉讼 他不提起行政诉讼 这个案子就确定了嘛 我真的很难想象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件错事 你就道歉认错 然后执政党就重新再找人 来选举就好啦 怎么会是一错再错呢 可是国民党上次认错了 人家也没给国民党机会啊 国民党那个高雄市市长 这个不是认错了嘛 然后现在还很努力的 就重新真正再去读硕士 想要真正做学术研究 可是好像国民党选前 也没比较好啊 是 所以这个在台湾 可能不认错这个对选局 比较好一点吧 我觉得选民真的要睁大眼睛 要血亮的眼睛哦 然后像申旅的医师潘建成 他就说就算民调领先 林志坚民调就算领先 那再选下去最后选上都很难看啦 对台湾的学术发展 也会带来无比的伤害 有许多东西是比选举更重要的 譬如说诚信啊 譬如说真实这件事情啊 那陈明通呢 在这个国安共军这个扰台 军演之际 他没有好好扮演好 他的国安局长的角色 所以说台湾就配合中共军演 对吧 军演 是啊你看就是需要陈明通 照顾国家安全的时候 他还要分心来做这个论文案 不过我想说这个论文案 其实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 也稍稍念脸书略懂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被这个 指导教授这个要求很多啊 要改什么啊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敢对指导教授 像我对我的指导教授 我从来不敢直呼他的名讳 那我是觉得临日间这次事件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 最匪夷所思的是这个 是这个就既然这个 直撑陈明通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 这个大概在 这个在学校里面 大概只有一种人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捐钱嘛 所以说要把他当尊贵VIP照顾的嘛 对学校有功 所以他对老师都不屑一顾嘛 然后老师都找不到他 老师只能跟他的助理联络 这种特别大牌 VIP对不对 那公立学校就很少听过这个 对老师的起码基本尊重要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民进党跟我们的学校 有多么的水辱交融 所以说民进党的这个 民进党实控整个学校 所以说民进党的官员 去学校念书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是当自己是 VIP级的客户 所以说他是可以直呼 老师名讳的 反正就是通歼二人组硬拗到底啦 现在全党跟蔡总统硬拗啦 这个我觉得是策略啦 这个跟我们学术界 就比较没有关系了 这是说当我危机出现的时候 我怎么管理嘛 那台湾过去的选举 其实都看得出来嘛 你认错了那你的民调 就一直下滑嘛 你不认错 民调就可以坚挺嘛 所以说这个是策略的问题 这个跟学术无关 那我觉得学术就只有 两件事情我比较在乎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东西然后 既然不讲清楚说他到底 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学术界自己怠惰啦 学术怠惰 对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学术跟社会 跟很好的沟通嘛 任何的案件出身的都是一个专业跟 社会的对话嘛 比如说我们法律界出了很多 重大的案件 那我们就尝试用这个重大案件 把我们法律的专业跟社会沟通嘛 但是这次其实就变成 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操作那部分嘛 没有去讲怎么样认定他 其实在我学术上来看 他认定他不当的地方其实很多啦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讲 都不愿意讲 对不愿意讲 或者是说讲了 或者是讲了然后这个媒体上不了 所以没办法跟社会有个沟通 我觉得在学术角度来看很可惜啦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 在我学术上最震惊的就是 因为林志堅说真的 他应该不会到这个捐款 给学校很多的那种VIP的待遇 但是他的整个言行啊 就是这种超级VIP待遇 所以他对老师都是直接叫 陈明同理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都不敢对我赵教授 我对我赵教授 现在都只敢讲说老师好 我都不敢 我连他的姓我都不敢叫 我都不敢叫X教授好 都叫老师好 那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学术界应该是 有了基本的一个风骨吧 或者是说我们基本的礼貌 那他都没有 那这个真的是代表说 这个民进党对学校的操纵 不是有三次请他到 这个轮委会上面来出席吗 他说我是参选人 怎么可能常常实际配合你 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都没有差啦 这跟这个学术都无关了 这个就是 就完全不把学术放在眼里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策略上很对啦 为什么我给你分析一下 第一个来讲就是说用我没去嘛 然后你这样还判我有错 而且是及时判 然后在选举的时候就很好操作 就说你看你就是不听我讲嘛 不给我时间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到行政法院他只要主张说 他通知的东西都没有合法送打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你完全洞悉对手的策略 那时候可能法院就会认为说 台大没有给予最后陈述议的机会 所以说可能他的行政的 这个处分就有瑕疵啊 所以说就可能就可以要求重来 那这个时间就拖过去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我不管他这些作为啦 这些作为虽然我们看起来 好像很热闹 但是他其实就是拖嘛 就是把这个学术就拖过去嘛 所以那这是一个 不怎么光明磊落 但是我是觉得效果还算好的策略啦 所以选民的眼睛要血亮啦 这个只能在民主社会 这个就只能靠选民啦 就是选民纵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就没办法 我们只能讲说那就是这样子嘛 不管怎么办 但是学术自己的专业 我觉得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不敢讲清楚 直接讲说他是 用的都是非常中性的 轻轻的 就说这个什么违反情节重大 不管直接跟人家说明说 我是怎么判断出来说 这个是抄袭 然后根本就是找人家写的嘛 他这种都不敢说 放弃了跟社会的互动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林志堅的态度显示出就是 只要你是民进党大概就是学校的老板 所以说才自然而然会有这样子的 好糟糕热风气 今天有一句名言 有人引用了所忍宁心所说的话 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我们也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台大的报告 不晓得这个博士论文已经下令要封存 30年的蔡英文总统她作何感想啊 总统 我全党挺一人吧 对吧 他不是说了要相信这个 党员同志的清白啊 相信党这个词在共产党那边常用这个词啊 怎么台湾民主国家也说相信党这三个字啊 天哪 我们是一般老百姓 我没加入党就不是中华民国的 人民吗 这很讽刺哎 中华民国的人民跟你是不是 有资格的中华民国人民 这是两界不同的概念 一般民众不会这么政治化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线上点名咯 李彩晶 黄约翰 中天加油 谢谢 还有我们的叶子鞭 还有蔡立伟7hanes 感觉这个好 还有这个有点难讲 蔡庆韦好 那我们后面还有很多题 现在我们有一个神秘来宾 来到现场原本是难以来的 但是在节目开播前临门一脚 就是国际全球救援组织 Gasso的Semi 欢迎你来 主持人好 好 Semi跟大家说哈喽 哈喽 好 Semi呢他自己过不久 就要资深前往柬埔寨去参与救援的 这个过程喔 那Gasso呢这个救援组织 最近这三个月非常的夯 因为呢我们赴柬埔寨去打工 去求职的人非常的多 根据了解这疫情两年来 已经有2000人付柬埔寨 但是救出不到一成 那最近呢刑事局非常的积极喔 就除了在机场有举牌说 不要去柬埔寨 只要叫你说什么钱都不用付 包吃包住 然后还送你机票过去单程机票 好 那铁定是回不来的 那今天Semi呢带来很多很多的故事 大家不要以为怎么会有人 真的想去柬埔寨 然后相信有高薪求职就是有 那就是被骗去的 现在在柬埔寨的状况 跟国人对于柬埔寨高薪求职 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到 因为太多被害人跑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让大家理解一下 赴柬埔寨求援无助的状况 男子被靠在床上犯罪集团 用电击棒恐吓 让他不断哭着求饶 另一头一名男子赤裸 趴在草丛 疑似没有生命迹象 一旁人蛇集团成员冷血围观 另一名男子手脚全被放上树袋 双脚被砍到全是血 还有男女被拖光光关进狗窿内 年轻女性更被打到全身瘀青 惨被性侵 惨无人道的暴力 都在柬埔寨的诈骗园区 真实上演 从宿舍带到了小黑 他就来打我 干嘛就来踹 我们被淋虐过 被害人在网路看到求职广告 不宜有他飞往柬埔寨 没想到到了当地 就立刻被集团再往诈骗园区 只要不听话就被施暴 拐卖性侵甚至摘器官 把人当成猪仔压榨返运 台湾的政府很多都是有一些黑道啊 不好说有没有什么官商纠葛啊 政府太放纵了 这个都是人命啊 就是他们已经算性接杀了 我也很无助在踢皮球 很多小孩子还在那边啊 宁愿被害当中 这个政府真的是无能 被害人早捆七天 找外交部竞争署等相关单位 竟然互踢皮球没有实质 作为家属只能找门路救出被害人 只是被骗的本来就都是社会边缘者 根本付不出赎金被害人只能抓交替 把好朋友骗过去换取或是一丝希望 外传近期柬埔寨锁定台人诈骗 就是因为大陆执法严厉 让他们不敢再对大陆人下手 更惨的是台检没帮交官方根本难交流 两岸停满造成两岸共打 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对人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在这台海关系紧绷 共打难发挥国际孤立无援 台人被锁定拐卖 如今被害者恐怖经历一一曝光 政府若再拿不出办法 只会让更多人被骗进人间炼狱 哇 真的是人间炼狱 这个被电击然后被打被施虐 这真的是如果你业绩打不到 恐怕就是这个下场 那有些求援求助之后呢 获救的这个人数还算只是少 他们叫诈骗园区 那台湾是科学园区才叫园区 可见他们是整个诈骗的园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柬埔寨的地点在哪里 让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暑假求职忘记 台湾在这里 然后这个中南半岛五国 就是柬埔寨泰国 柬埔寨泰国等等 它的这个柬埔寨在这 它的首都就是金边 我们有两千多人 这个到那边去求职 然后下了金边之后呢 它的西边有一个西亚努市 就是他们简称叫西港 很多被载到这边来被贩售 我觉得你业绩打不到的话 那被层层的转卖 那什么叫杀猪盘呢 就是把你当成一只猪 先在社群媒体里面 先去跟你交流啦 跟你讲有好赚好康的地方 可以投资 然后把你养得肥肥的 等到你相信之后呢 就把你骗到这个柬埔寨 上了机之后 就等于是等着被宰杀了 今天Semi也来告诉我们 就是还有更多你们这个接触到台湾人在那边 如果我不做诈骗会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过去的时候 其实刚过去的人并不是 并不是直接很危险 他会要求你 他一下飞机 然后上了那个面包车 就把你的那个护照给拿走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被控制了 那被控制之后 就要求你做诈骗 他会提供脚本 然后叫你把那个朋友骗过来 那请你做这些事情 甚至现在还有一种是 因为台湾人实在太喜欢付赎金了 台湾人很有钱很善良 想说我们赶快把家人输回来 也有另外一种是到了那边 他也不打你 把你控制住 就叫你赔付叫你回家要钱 他们已经慢慢从博弈 转型成诈骗 再从诈骗转型成专门就做绑票了 直接绑票 天哪好嚣张 是 所以情况是蛮严重的 那请问那个受害人是怎么找上你们的 我们的台湾刑事局啊或警方 在那边施不上力吗 是这样子的 因为包括我们要去协助到 我们的被害人 都还是必须要透过柬埔寨的公权力 但是柬埔寨的公权力 我们有时候并没有觉得到 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全力的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通常都要收集好 非常完整的证据 然后转交各国的大使馆 然后由大使馆出面要求 柬埔寨政府配合说把这个人给救回来 那台湾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 我们在当地连一个犯事处都没有 因为在当地要处理任何外交事宜 要去越南的虎治民市台北办事处 所以常常台湾人是最难救的 可是为什么还是救了这么多的台湾人 那可能可以想见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台湾人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很会求救 第二就是可能母体真的达到很大了 那那个 那个 就母体就达到很大 所以就变得比较麻烦了 就是被诈骗的人数很多了 杜律师我们以前两岸共打 有互相协助合作 民国97年的时候 江城会就是我们的海基会 董事长江炳坤跟他们的海协会 就是有成立两岸共打机制 那现在其实并没有废掉 还是有在进行 但是比以前冷淡许多 这个其实倒不是两岸共打不共打的问题 这应该是属于说 就是关于这个旅行国人的 旅外国人的保护的问题 那过去来讲的话 在蛮有政府之情 因为九二共识的时候 双方大概比较不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说那时候台湾人 如果旅外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基本上可以直接找中国大使馆 或是回到台湾求救 然后台湾外交部在当地没有机构的时候 那时候也会由陆委会出面 就是请这个中国大使馆来做协助 那一般来讲都可以获得 还不错的及时的一个援助 那像甚至像这次你看 很多人是说这个旅行证件被控制嘛 那其实中国大陆的大使馆 也会发给台湾人 就是如果说你在那边旅行证件不见了 那他的大使馆也会发给你 临时的旅行证件 让你离开当地 那或是有些国家 他不承认台湾的护照这些证件 那你去请这个大陆大使馆 发一个旅行证件给你 然后你也可以去逛逛 有些这个年轻的背包客 喜欢去这些很奇怪的 就是很非主流的国家嘛 讲好听一点就是冒险嘛 有这个冒险犯难精神 对 所以大概在过去 九二共识之下 满有这种时期是还不错的啦 那自从这个蔡政府上台以后 尤其又发生了这个大阪上次 驻子代表处就是到底 有没有派车去的事情以后 那现在基本上我了解是 基本上不太敢 就是政府基本上就不会 把你的案件转借给 就是大阪那时候台风 淹大水的时候 要把国人就载回台湾的时候 是 所以现在就变成 在这个他们就比较有忌讳 所以不敢去找大陆政府的协助 然后这个如果你拿 大陆的旅行证件的话 那这个陆委会又说 这个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说还要这个处罚 所以说我自己手上有几个案件 当时是他们是要去北韩旅游 那因为北韩旅游的签证 比较难申请 所以说他们大概都是到 东北以后去拿一张 中国大陆签发旅游证件 那结果后来因为为了表态 表态我们抗中保台的决心 所以说这些民众回来都被处罚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不管你抗不抗中保过保台 但是对于人民自己的 还是要顾啊 那你既然一定要抗中保台 所以不能让我们的人民 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协助的话 那不是斐诺欣刚来吗 那怎么不提要求呢 那以后美国大使馆 出来替我们保护啊 保护一下国人在海外的安危啊 总是你自己在那边 没有任何能力 那不找个别的国家吗 虽然中国大陆对我们好 你说是包场获幸 那你自己去找美国人啊 美国人不是对我们很好 那为什么美国大使馆不来处理呢 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对 好 今天呢就是有35个 来自像是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巴基斯坦 印度 缅甸等这个人权的组织 在7月10号已经向媒体发表了说 要清除柬埔寨的奴役园区 做出这样的声明 要去调查请柬埔寨政府官方 要去调查他们的官员警察 跟当地的诈骗企业 有没有共谋共利的状况 那这是一个很 对外公开的一个声明 表示说在那边 他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那边受害 台湾人在那边的情况 你听到最严重的是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子 大家可能要了解到 包括最近新闻 大家有听到我们的一些个案 有被受到女孩子被欺负的 这些事情其实 你们觉得说人还活着嘛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可是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 不管是奠基凌虐 殴打 抽血把你当血奴 哇塞 抽血 然后甚至贩卖器官 这些都是生死存在的 就台湾人啊 台湾人 台湾人 包括Gasso本身有接触的 也有接触到 有一个因为他业绩不好 一个肾脏被割掉的这种情况 也是有的 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 比较紧急的个案 一个比较紧急的个案 然后跟我们联系说想要回来 但是Gasso不是什么人都救 因为如果我们必须坦白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有人是专程过去诈骗的 比例不高 他去之前他就知道 他是要去做诈骗的 那这个比例我们先不公布 但是如果你把它抓两层的话 坦白说有能力求救的人 通常情况都不是最严重的 甚至这一类的人更容易是 有能力求救的人 所以如果是两层的 两层的本身有参与到犯罪行为 因为我们本身绝大多数成员 是犯罪被害的人 我们还要去救假害人 那这也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就是说有能力求救的人 大概百分之可能接近50 他是有些人是不一定值得救的 所以我们就会 这些人并不是说不救他 他排序比较后面 也许到破案的时候 可以由司法单位一起去 讨论他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先不要去处理这一块 但是这个人我们在聊的时候 他情况很紧急 然后我说有多紧急 我们就调查的时候 我说还有没有台湾人在这边 有 因为他的业绩不好 已经被割了一个肾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价码 在当地 当你被转卖的时候 你是负数的 你欠公司多少钱 你要努力的去诈骗 当你诈骗的时候 你的业绩上来以后 你的钱变正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保持 他当地还要跟你算租书费 跟你算饮食的都要算的 那当他觉得快步划算的时候 就把你转卖掉 那他也没有亏 可是当他发现把你转卖掉 钱也不够的时候 他割掉你一个肾 叫你继续骗 天呐 继续骗 这是台湾人 最后我们联系的这个人 有救回来 但太紧急了 割了这个肾的人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那代表什么 就是其实救一个人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救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远远比不上被骗过去的速度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把重点放在 看有没有机会打击犯罪 我们有机会把某一个点 把它抄掉也好 那就有很多该被救的 真的状况很糟糕 没有能力求救 而且他可能是无辜的人 有机会透过这种方式被我们给带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 这个是台湾的女生被骗去那边 她以为可以去那边当核官 去那边有这个高富帅的男子 开了公司需要征求员工 那所以这位女生呢 她就只身一个人飞到了柬埔寨 但她没有想到一下飞机 她就被载到了饭店 然后她的护照就被控制 在这个好几天的过程里面呢 她包括她被侵犯 被淋虐 她在中途都有发出求救 后来是被GASO组织这个拦截到 知道这边有人在求救 那她的这个求救 我们做了一些变阴跟变色的处理 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真的不要异想天开 认为说可以去海外赚高薪 凭什么都包吃包住 什么都不用付吗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位 台湾女生的求救日记 就是什么邀命 言得而逞的 你寻找她的 这边的问题是一个人的 给达到 下啊 在这个地球里面 这会在她的水族 他们说有人或去 是个人啊 你不 cros 他们说有一点 这么多的 这是其他人的 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位台湾女生 现在已经安全地回到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你们是怎么样去拦截到 她求救的声音 是透过网红棒 她其实透过这个女生 因为她刚刚里面 我们影片里面讲到 她不肯做诈骗 其实这里是很了不起的事 她不止不做诈骗 她也不愿意做新交易 所以因为你如果要做新交易 她要打药 然后就去控制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她什么都拒绝的时候 但是因为什么就要她诈骗 帮她拍一些性感的照片 提供给其他人一起去做 那种美色型的诈骗 然后要她做 但是她也不做 不做以后就被殴打 她的头甚至被像足球这样的踢 女生被电击 女生也被电击了 所以然后把她的忧郁症要拿走 她现在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让她很焦虑 然后她七天被欺负了九次 包括一堆人一起 哇塞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她在IG联络上了 有一个最近的知名网红 那这个网红跟我们一直关系密切 引荐给我们之后 我们就了解 但是我们一直都知道她里面 她其实她有手机的 因为她原本被要求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她有手机 所以她就传她GPS出来 我们进不去 你如果单单两个人 如果我们一组人乖乖的过去的话 傻傻的过去 她那边都有持枪警卫的 她那边就去送头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 把人打死以后 从高楼抛出去丢在地上摔死 然后警察就过来说 吸毒过量好就算了 你要去领尸体还要付钱 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嘛就是去送头 要嘛就是去把自己也赔上去 这很麻烦 所以最后 最后是我们透过 检国的一个官员 他愿意同情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去联系 联系之后最后 人是把他带出来了 我觉得在这种大家想一想 你到这种比台湾还要落后 治安还要坏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有高薪 除非是做坏事吧 对不对 所以在台湾我觉得 如果你的小孩看到这个高薪说 爸我要到海外去打工 然后待遇很好 你应该会多问一下 他说可以一边玩一边打工赚钱 这个就涉及到整个家庭的 涉及环境的跟背景 就是说就是社会总有断层嘛 那如果说人其实都会有警觉的啦 除非是说你的真的经济情况很窘迫 那你的警觉度就会越来越降低 所以说我们记得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其实常见嘛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同胞 那时候的经济的成长的果实 没有让原乡的原住民享受到 那他们经济就很窘迫 所以他们在整个对于工作 对于社会的认知 就会跟一般社会有落差嘛 所以说那时候他们就相信说 身份证被扣了就没有办法离开嘛 所以说那时候报上最大的新闻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同胞 然后可能怀抱着说 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改善我的命运 然后到大都市来工作 然后来工作以后 然后可能大都市的居民 就把他的身份证扣着 然后就是待遇非常的差 然后工作非常的繁重 然后这个其实就跟这个 就是接近努力的边缘嘛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刑事案件啊 那发生嘛 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个其实是 一个警讯了 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会相信 有这样子的这个工作机会 好梦 好事发生 那个就代表说在台湾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 就是你在台湾没有一个 看不到一个未来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工作 那你就很容易降低你的戒心 然后你会相信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遥远的彼岸有这个美好的话 你就很容易受骗了 那受骗了以后 那这个就很讨厌 就是你到了国外受骗 其实不只是啊 你看这个美国每年也发生很多啊 就是偏远的小乡村啊 他就把你偷偷做掉了 像前阵子美国才有一个嘛 就是杀了三十几个人嘛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很难啊 就是像台湾因为台湾地方很小 然后政府管制的努力很够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警察局 然后也很少有风际的问题 所以我们感觉起来说 我们一个人去这个什么阿里山中走 不会很危险 可是即使在美国 你到乡下你走路很跨美国 你常常就人就不见了 就被抓走了啊 就被当努力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 就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会治安这么的好 那像这个就比较麻烦 就是我觉得是三个方向嘛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怎么样 把台湾的经济做好 让我们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 不会降低我们的警觉性 只要你的未来越差 你的警觉性就越低 这个是一定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们被到了国外区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要警觉啦 刑单已知的 这个一定要警觉 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 这个治安是很难让你想象的啦 所以说真的 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 都说这个你晚上半夜出门 这其实在其他地方是 有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 真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第三个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因为这样这个好 当然我不是说对您有批评 但是我说其实真的 民间人做的有限 因为我们又不是蓝坡 不是冲进去对不对 蓝坡是不是他的孙女被绑架 他不是就自己冲进去 他就自己冲进去就可以 一个人党十个人 我们不可能嘛 所以这一定是政府跟当地政府 要有一个这个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啦 就算没有外交关系 你也是要努力去沟通啊 因为那个在当地就是犯的行为嘛 对那你就去 就应该要去做搜索啊 当地的地方就应该要去做搜索 就应该要去做带路 对那这个就是政府要去做的事情 情况其实这边要说明一下 很多人都说高薪诈骗 其实高薪诈骗 现在占所有比例是最少的 最少的 现在最多是朋友骗朋友 因为你台湾人其实是有警觉性 台湾人没那么笨 受过良好教育 所以台湾人没有那么笨的 那个你跟他讲说什么 日薪多少钱那种有没有有 他比例不到10% 一半以上都是朋友骗朋友 但是当你是朋友骗朋友的时候 什么说法都有 什么说法都有 你稀里哗啦就被骗过去了 就轻信啊 没有办法因为你会觉得 我的朋友不会害我 那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手法 还有新的地点新的做法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航警局现在都在举牌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这边集团早就已经有 他们已经改变做法了 道高一起磨高一丈 就在这几天的事情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把泰国当作中转站 你非柬埔寨会被盯上嘛 那被盯上的话 那去泰国做商务做旅行 听起来很合理 对啊观光 所以可是不好意思你飞去泰国 你就一样被控制 被控制以后就往四个地方 你如果透过美索就跑到缅东 就被偷渡去缅东就被控制 然后缅北 然后那个辽国的金三角 然后往东南就是西港 一样可是航警局是关心不到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麻烦 这是地点的问题 那还有守法的问题 我们其实很多媒体朋友问我们说 有什么守法新的公布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网站上固定公布 我们一知道就马上公布 还有跟一些单位配合 可是其实他们远远比我们来得快 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已经发生了 那举个例子 最近很流行贷款诈骗 什么叫贷款诈骗呢 他就是在网路上跟你讲说 我要去借款跟你联系 他也很正式的跟你分析说 你的财务状况 你说在泰国借款吗 在台湾 他跟你讲说台湾借款 你在我脸书上看到 他就帮你当你的财务顾问 然后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在台湾的信用借不到钱 但是泰国人不知道你的信用 所以你就去那边对保 然后那边利率又低 所以你就过去 对个保你就可以回来了 你就有多少钱可以拿 你就去了 机票我出 机票算在你的贷款额度里 很合理啊 分了一万块嘛 你先带个一百万回来 他可以接受 可是不好意思 到那边你就被卖掉 另外一个是 疫情之下大家过得很辛苦 过得很辛苦 结果你就去民间借款 或者你跟银行借款 但是你还不出来 结果就转卖你的债权 最后到了一些 比较不干净的公司 他就跟你讲说 你一直吹嘛 还不出来 你说你找不到工作 好你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帮我去工作 我们有个海外打工机会 一个月底你多少的债务 你去那边一年 我们这边一笔勾销我供你时速 去了 去了也被绑掉被卖掉 所以这些事情 他层出不穷 只有一个原则 最近的东南亚几个国家 不要去 因为它土地接在一起 你去泰国也可以去偷渡 你去越南也可以去偷渡 那最危险的几个国家 辽国缅甸柬埔寨 在杜拜泰国 菲律宾也有零星的 刚前面有讲到园区 对就是在西港跟东缅北 跟辽国它是有园区的 就像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但是你在泰国境内有没有 有它有小型的 菲律宾境内有没有 有小型的 这像是在桃园跟高雄的热光 它也是在半导体业 可是它就不是园区 所以其实都是存在风险的 在疫情之下 这世界已经变了 给大家保护自己 这些地方暂时不要去了 他们会有很多种说法 你的朋友会叫你过去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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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要做业绩 不然他没有办法自己赎身 就抓交替吧 抓交替 是 抓交替 天哪 好 我们线上来点名一下 蔡立委Eco Dan 菲律宾应该也有 经常看到高薪招聘什么 机票报销之类的可以核销 然后Roman Rien说 主要是因为民生凋敝 大家赚不到钱 才会看到赚的赚钱讯息 就睁大眼睛一个脚踩进去 马上就落入陷阱 对 还有谢先生 多看广告支持中天 对 没错 RayRay他还有点名 他还有点名说 泰国缅甸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有些人硬说是人家调戏 这种人应该要被控 我觉得不是欸 我觉得就是被害人本身 他在那个地方遭遇到这个遭遇 被迫要去诈骗他自己的亲友 不然达不到业绩又要被转卖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不应该谴责被害人 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被害人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这人可能已经死了 他是用你的账号在继续骗的 所以你以为是你的朋友 把你出卖了 其实朋友搞不好早就离开了 就是被盗账号啦 对 那个情况在当地 也是有的 这很复杂 就是当地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刚刚有讲到缅甸 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讨论柬埔寨 因为柬埔寨是一个 人救的回来的地方 缅甸是一个人救不回来的地方 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 差在军阀割据 军政府更没有法治 根本就没有办法 举个例子 现在整个东南亚 它的整个诈骗园区的终点 就是当你不配合我把你转卖 你再不配合我再把你转卖 你身上的负债越来越高 怎么办 最后你就送到一个叫做 KK园区缅东 KK园区 对 他是从泰国入境 然后透过西南方的美索 然后偷渡过一个河 就直接到了缅甸 那个地方是全部 它的围墙四公尺高 上面还有铁丝网 就跟你在美国电影看到中的监狱一样 围墙内围墙外都有持江守卫 然后你如果敢在里面 它里面有娱乐有什么 就像一个生活圈一样 可是你敢在那边拍照 求救被发现 甚至逃跑 它那个是最残暴的 它不是最大的园区 但它最残暴 它有一个地方叫兵部 兵部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关紧币 就很像是兵部上书 当你被关紧币的时候 你以为只是把灯关上 不给你吃东西洗人水澡 这些东西柬埔寨就有 为什么会特别讲KK园区 它把你靠着每天堵打 它不是就是要你去诈骗吗 为什么要堵打你 因为你业绩不够 或者你不配合 反正你做错事 进去的就只有一半的机会出来 而且你被靠着的时候 因为你得到了特殊的照顾 你身上的负债 一天六千块泰铢 还要再算在你身上 就是你接下来要赎生或干嘛 所以到了缅甸 你基本上只能够找赔付了 可是赔付这件事情 现在也比较难了 因为很多我收到钱以后 我就把它转卖掉 因为它发现不用跟你讲信用 以前还讲信用 以前甚至可以说我们出面了 这个案子我们盯上了 那我们就把你就当做美榜这个人 我把这个机票钱付一付 时速付一付 我再加个两成 两成五成给你好不好 我们把它弹回来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因为台湾人有钱嘛 我成交就是行情 1万块美金2万块美金 3万块美金5万块美金 然后变成是他们发现说这很好赚啊 甚至很多前客 就是台湾这边某一些帮派分子 就觉得这么好赚 就像开娃娃机一样 他就跟你讲说 有家属跟家属说 我认识什么哥在那边 我认识什么台商在那里 那个什么会我很熟 然后我帮你出面 就像是我们知名的大佬 那个有一个政治人物 去把当地救回来这件事情 一样我有能力做 所以就跟你要钱 然后要钱就跟家长说 没有啊这个人救不回来 被转卖掉了没有办法 要不然你再赔付一次试试看 所以这种二次诈骗很多很麻烦 不要去不要去就对了 哇塞你等于说进柬埔 再救回来还算幸运 进缅甸根本是救不回来 而且很恐怖 很恐怖 恐怖到真的没有办法 缅甸只能够付钱回来 可是付钱的管道 现在就像抽福袋一样 哦天哪 我这边有这个诈骗公司 诈骗企业哦 他们对于这个被骗去的人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业绩哦 就是三到四点两号时间 这是一个中汇总群 中汇诈骗公司企业集团嘛 把你们要加的号都发出来 互相加起来好好养起来 明天开始除了新来的五个人 其他上班满20天的 全体早上加班一个小时 直到有开单为止 开单就是这个上钩是不是 就骗到 骗到 这个他们还有这个群组哦 然后还有一个哦 这个是 号上三到四点 哎 来这个叫录制 制留的制他所发的 哎 这边 你们和客户聊天过程 拿捏不准的客户不听你们安排的 不按你们的状态走 都要第一时间来找我 不是顺着客户说他想要怎样就怎样 事后和我说有什么用 什么叫第一时间处理问题 你们还没有到那种老练的程度 拿捏不好客户是很正常的 要从每一次的实战交流中 吸取经验和教训 我们聊客户的过程是为了 拿捏客户最终目的是 开单赚钱不是觉得有客户聊天的 就对自己有交代了 哦 很严格哦 他其实就像公司 如果你进去乖乖的被炸 乖乖的配合诈骗 你甚至可以赚钱的 你身上是有有些额度的 你甚至可以的确 所以刚刚有一些网友觉得说 是不是在当地有些人 说不要救好了 刚刚网友这样建议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挫折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就是 说暂停去救援 因为我们发现说最困难的人 我们救不到 那救得到的人又有比较有机率会 所以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个案都是 很信心可以被救回来的 但是也有机会是我们不想举个例子 谁是我们救到 但是觉得不该救就错了的 诈骗集团的销售冠军 赚饱了不敢说要离开 因为说要离开你就要被毒打 那样 你就那个状况就一样 知道你离开了嘛 销售冠军 还有原本是被骗去的 后来都把其他人骗去 骗了很多业绩很好 成为小组长了 原本因为小组长可以做什么事 小组长可以轻易的求救 为什么 你到当地过去 刚刚主持人一开始问 说他们怎么求救的 你一进去所有手机没收 只能给你诈骗机 他们互相养号 就是把那账号养的 看起来比较像真人去聊天 那你用诈骗 他们就只好用诈骗机去求救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随时都有可能被组长检查 你被检查到不好意思 就是刚刚那一连串的 凌虐的情况 所以你自己都已经升到小组长 害得其他女生被骗过去被侵犯 这种情况 我们后来这人也被救出来了 到了当地 赚了很多钱想走 甚至在当地娶了第二个老婆 有没有 都有 但是讲了这么多 这都是抽样误差 为什么 因为接触到我们 得到我们的人 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回事 它其实是少数 更大部分的人 就像台湾多数都很善良 可是人家就说你诈骗之道 那就变成是一粒老鼠屎 坏了整个粥 我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看得到的资讯 就会对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担忧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就是在于说 可不可以有机会 把它连根抄掉 一个园区也好 我们把这重点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把人力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去回答一些 奇怪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把整个抄掉 我们才有机会把那些没有机会 救到的人把它带出来 不然的话的确有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新被抓到 新被骗过去的家属都会非常的焦急 甚至新被骗过去的人自己也特别焦急 他就联系你 然后把情况说得非常严重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哦这个好像特别严重 我们就把我们的人力优先去服务 这个可以快 可是我们可能有原本的 就是原本他可能快要被卖掉了 这种情况 因为去服务这些救回来 结果可能还出去玩了 就是救回来 他也不直接回台湾 他可能再去东西南半岛 泰国有这种人 我们再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是要批评那个 我只是说结果这种人 这样的人回来以后 原本联络到一半的 可能就被卖掉了 那当中可能只剩下一半 还有办法取得联系 有些人被卖之后失联了 那今天我们是很心痛的 是非常心痛 所以我们就变成要专注在这些事情上 这其实不是网路上人家讲说 你不救了 有些东西我们不 因为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太多了 然后又包括还有一些质疑 就像今天杜律师在这边 我都很想把我们公司资料 给你看一下 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们有跨海访问陆队长 这位陆队长他不是台湾人 他是中国大陆人 但是他已经在他手上救回了 十多个被骗去谋职的台湾人 我们现在跨海采访他 他昨天刚好在飞机接下 你们组织的成员 也准备要进行行动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有在那个 最近呢 是有一个抛尸的 台湾人 台湾人 Oh my god 台湾人 对那个人我不是很熟悉 对那个人 我只知道他们是台湾的 然后 不是很熟悉 那个人 那个被抛尸的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吗 我对那个人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看到那个人 然后就是 就在那里被别人丢在 丢在野外的 把人杀了 然后把人丢在野外的 但是 具体是怎么死的 他们内部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们确实不太了解 因为他之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接到的第一个台湾人 他们就是 说马上要被卖了嘛 然后 马上要被卖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联系我们 去帮助他 如果 如果他卖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他们很可能就 再也回不来了 他当时是跟我说 如果 如果是被卖到 卖到那边去的话 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后就 然后就叫我赶快去救他们 就是 就是在两厅的时间内 赶快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就是这样 当时就第一时间联系了 当时 西港省秘书长 然后叫他们 赶快去救人 你怎么叫得动 西港省秘书长呢 他算是之前认识吧 因为我们之前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 有跟他联系过 他还算是 他算是经常帮我们救人 帮我们救人的一个 还算是比较可靠的一个人 所以到目前已经救出多少台湾人了 10个人左右吧 刚开始是来这边做生意的 但是疫情就知道 他回去了 别人回去了 然后只能够在这边想办法谋生 想办法去找工作 然后 然后接到就接到进去 那里面去 做那种什么诈骗的了 但是我运起来 我后面才是 我后面才是经历了 在里面只待了10天 然后我就出来了 刚进去我就报警了 刚进去第三天我就报警了 然后他说 而且那个时候还在学习阶段 基本上只要是报警了 然后他们就马上就会被转卖到别的地方去 会中英文的 会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他主要是卖人知道吧 他现在 他只要是聘进去的话 然后他就会有钱赚 是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就是 就说是我吧 我之前聘进去以后 然后那个聘我的人 就可以拿到一万多美金的收入 所以说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事 一万多美金 那还蛮高的 就是人蛇集团 是不是 对啊 而且现在的价格 运运比这个还要高 所以说 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聘人过来 或者是 中绑架 然后 都是为了这个钱 因为这个钱确实是很诱人的 港湾美金是很长时间的收入了 台湾那边 这边没有 没有办事处啊 就是在金木丹没有办事处啊 没办法联系得到台湾的 台湾的救援运导 当时我们也 就是我们 也不管是哪里的人 其实都一样 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关系的 而且局长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联系省长 局长会经常打电话给我们 去救人 什么时候过去 而且还吹着我们去过去救人 属于是这种情况 然后后面就开始 就是越来越难了 有可能是有 有那种诈骗公司的人 买通了一些 当地的政府关于 我说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具体情况 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种 我们也没有进过 只是说 只知道 这样的会认办事的话 就越来越难 我们去救援 肯定会得罪那些诈骗公司的 我们本来就是要抓诈骗的 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也可以在Facebook上面去联系 都可以 刚所关网也有Facebook 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了 而且政府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叫他们不要去 已经在机场进行拦截了 已经去导 已经经过做了很多的去导工作了 所以说如果还过来这边 那就是属于自运过来这边做诈骗的 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的话 就没有办法 不是说台湾人就不救了 是说8月3日以后过来进不在了 然后是不再进行救援 好我们看到这位陆队长呢 他原本也是一位被害人 他原本是到柬埔寨要做生意 但后来遇到疫情 那公司开不成 只好在当地呢 就找就近找工作的机会 结果也误入了这个诈骗企业 在里面要做诈骗 不过因为他在当地做生意 还有认识一些正比较稍微正派的官员 联络上之后呢 很快就被救出来 所以没有什么皮肉伤啊 那可不可以告诉果然 如果我身边有朋友 真的就是去那边 然后真的联络不上了 就是上网站去找Gasso 对不对 其实当地仍然存在非常多的救援队 Gasso的特色是我们讲中文 因为他们不是纯英文的资源 有人说你们网站是简体字 然后认为说你们是不是诈骗集团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的创办人是新加坡 新加坡华人 而且另外一件事就是 虽然Gasso是全球反诈骗 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业务是 除了虚拟货币洗钱之外 就是东南亚这边的人口贩运 那这部分的受害者 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马来人 那你要一个新加坡人写英文 你华人可能看不懂 那干脆就写中文 但是他们本来就用简体字了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值得回应的 真的不值得回应的 那比较麻烦的是说 最近有些人说我们是派人统战的 就是因为我们用简体字 是不是太夸张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露出马脚 说你用这种字就显示 其实你是中国小编 那这件事情我都想要 你要把那个证号亮出来 可不可以看您是律师 您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们美国的登记资料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公布的 因为我们的对手是跨国企业 他是有名有姓 他还可以告我们 我们在当地现在被那个网红 救出来的园区说告我们诈欺 把你们抹成诈骗集团 我们现在还面对到这种问题 我听说你马上要过去换班 因为当地你们的组织 就是的成员在柬埔寨被当成了通气犯 这通气什么啊 他要求你说明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涉及诈欺 你有没有涉嫌污辱柬埔寨 那诈欺当然就是不关 跟那个园区告我们 柬埔寨政府要办你们就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污辱柬埔寨 怎么回事呢 刚刚那位陆队长 他原本是在中检义工队 就中国跟柬埔寨合作的义工队 一共救出来了400多个人 那很厉害的 可是诈骗集团 他们会一直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断的假装假求援 所以为什么要审核 他就假装跟你求援说救我 然后他知道你怎么去救 像刚刚讲到的秘书长条线 后来就断了 他就把他收买就断了 所以那个时候 检国官员以前肯帮忙的 突然不帮忙了 然后他就甚至是直接陆队长 自己亲自面对到官员 在他面前说我给你土地 让你们赚钱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麻烦 是 就是抄掉检国诈骗 企业官员说给你土地赚钱 你为什么还在这边添麻烦 你们怎么抄掉啊 是查什么吗 我们只是想要救人 但是救人这件事情 让他们很麻烦 所以我们不方便评论 我们还要过去 至于您说更换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有人被通弃嘛 那他不方便过去 然后我们的组员 有些就撤离柬埔寨 所以接下来就是由我过去 哇 你这样子会被认出啊 所以我之后会变装 哦 变装 这低调一下 那律师您看的这个 等纪正是吗 这个是在美国 德拉瓦州注册的啦 所以说我相信大家不要这么小心眼啊 是 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啦 因为我这个昨天关注一下 我想就是因为你们那些通告说 不再救台湾人 只怒了大家的玻璃心 所以就要攻击你们了 是是是 真的很谢谢律师 因为我们很多人要求我们 那你美国公登记资料拉出来 登记人是谁 可是我们的对手他跨国企业 他们就跨境洗钱 我们还跟FBI合作 那我们今天人露出来 我今天愿意出来是因为 我可以死在柬埔寨 哎呀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可是我们不愿意其他组员 尤其所有的组员 都除了我跟刚刚那位陆队长之外 都有正职工作 我们是全职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还有生活要过的 那你今天要把人露出来 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所以每一次你们要求 我们丢更多东西的时候 都是把我们丢在更多的危险里面 OK OK 网军不要这么泯灭人性 人家救人是实在的 而且这确实是美国登记的 非官方组织 NGO组织 律师杜律师见证过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广告 等一下马上回来 我现在听到蛮多网友做了回响 好像都还没有负评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轻松 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这原本是入住这个高档饭店的总统套房 才可以品尝到的顶级XO酱 现在让你轻松拥有了 好这一瓶这个XO酱里头有顶级的食材 还有独家的配方 是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把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还有石斑鱼飞丽入酱 制作出这个皇家口味口感的哦 营养价值是蛮高的 里头还有20多种的氨基酸 可以提高人体的保护力 好主角干贝是来自于海洋的保健品 当然说呢 如果你购买这个 其实使用上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加一条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 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还有五星口感 1060608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 输入麦玉捷推荐代码CTI321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哦 好我们现在回来哦 我们先把这个投诉信箱 传言大家看一下 先下掉一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刚刚讲到这个台湾人在柬埔寨 被诈骗集团从车里面丢出来 抛出大体真有这事吗 在当地高空抛尸 然后随便找个理由就处理掉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警察不管的 包括刚刚讲到的女生 大体大体我们不要讲那两个字 会被限留 所有的加害人都没有被办 那些那个大体 但是这个CASE 为什么陆队长不清楚 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求救 他在那边过得蛮好的 这个人他三月过去 三月过去之后 就参与那边的诈骗活动 然后就骗台湾的朋友过去 然后一口气骗了一堆朋友 然后就跟 当人家上了飞机之后 就说他下飞机之后 就这些人就是你的了 他已经把他朋友卖了 所以那些A园区就把钱打给他 然后呢人到了之后 他人没有拿去给A园区 他直接拿去B园区再卖一次 所以A园区就通气他 所以因为黑吃黑 所以就被凌虐挑断脚 不能讲 就被凌虐 然后最后就是被杀害 可是警察也不管这件事情就 说他吸毒过量 但是全身都是伤 脚筋被挑断 然后说是吸毒过量 那他家人 这个事情就不清楚了 对因为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并不是 他并不是我们救援的对象 这是你简单讲一下 这个失踪人口跟人口贩运 他的罪责差很多 现在警方都不用人间蒸发失踪人 全部用人口贩运来办 这个基本上就应该就是人口贩运 因为他有很明确的一个 就是以人作为这个计费 然后有做 而且是一个跨国的人口贩运 那这个其实在这个90年代以后 就是苏联瓦解了以后 其实国际上很多啦 尤其那时候非洲这个情况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说这是一个国际上 普遍认知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就跟随了 国际的脚步 我们有施定这个 人口贩运防治法啦 就是专门对这种案件 但是我想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一个政府官方的合作 我想说就是除非我们每个人 都像蓝坡一样就可以冲进去 要不然这个一定不是民间 对这一定不是民间可以做的 这一定是因为在当地 所以一定只有柬埔寨的警方 能够去做这个破门而入 然后去逮捕人的行为吧 对不对 除非我们派海军陆战队去 要不然这一定是 进不了他们的国门 这一定是当地政府才有的 所以说一定要跟当地政府 做一个合作 那即使没有外交关系 因为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做很多 刑事的一个互助 那我觉得那最惨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找 中国大陆的大使馆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 逢中必返啊 对啊 抗中保台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能够有求助机会就赶快求助 而且刚刚说那个西港省的官员 那还算是比较愿意救人 不是每个官员都是这样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是以前他们还愿意帮忙 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帮忙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 确实的证据让人家觉得说 我这件事情如果不帮你 会很难摆平 哦 就说臭名国际啦之类的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互动 没有感觉那么差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确实的证据 才能间歇的把一些人拿出来 是不是最近引进了很多 耐机利亚的诈骗 连美国人都被诈骗去那边 是这样子的 不是美国法国 那个柬埔寨在那个 西港这边的生态 它现在正在两个方向外移 一个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盯上这里了 全世界盯上这里 这就是人口贩运大 中国严打它不建制出境 然后再限期归国 那又有些强制措施 所以中国把这些东西掐死了之后 他缺工码就找了台湾跟马来西亚 因为会讲花语 他们主要骗中国人 所以台湾人被诈骗很多 可是那边现在骗的盆满钵满之后 他们现在把重点放在欧美 他们怎么骗呢 他们原本是用Google翻译去骗的 虽然还能骗 就他都骗得了 可是还是不够厉害 所以现在就是两个方向 他们往欧美怎么前进 一个是去塞浦勒斯 乔治亚去那边设点 再来就是从奈及利亚的诈骗集团 他们跨境合作 引进了200多个人 去了那边园区进驻 专门骗欧美人士 哇塞 这是企业亡国了 那当然他们被 那这是他本身扩展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盯上他了 我们打击还是有点用处的 所以他们现在往更安全的地方 对他们更安全 就对我们更危险的地方 缅北 缅东 辽国 金三角 就往这三个地方 更难救的地方去外移 那现在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 在国内呢 因为刑事局前阵子 为了这个人蛇集团破获 其实有捣毁了帮派 包括竹联邦的一些分子 那抓到了 但是我们比较担忧揪心的 还是背后的被害人 到底有没有回来 那而且现在整个这个柬埔寨 因为被盯上大家都有警觉心了 那先去泰国 如果有人说可以包吃包住 然后包飞机送你去泰国玩 真的要小心 因为到泰国一样是诈骗集团 他跟你讲泰国代购你就信了 跟你讲说泰国房地产 房地产这真的会被骗 专门卖给中国人听讲很合理啊 你也去了 但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举例 因为举例完他明天就改了 其实在节目中才提到说 搞不好他跟你讲说我们曾义勇军 把台湾的救回来 一起去也被卖掉了 也有可能他们的想法 太有创意了没有办法 他就是要骗你 而且是朋友骗你的 所以不要去就对了 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去 莫名其妙的 亲友叫你去就不要去 各种理由对不对 因为亲友的话最好信 对不对好那还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好那要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那个快点购 大家如果要在上面购物的话 记得在后面输入赖小英的代购码 CTI001后面会有优惠折扣 投诉爆料信箱可以亮出来了 有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 可以投诉爆料给我们 我们经过查证 然后你提供的证据也都充足 我们经过查证之后呢 就会把它报导出来 为被害人申冤 那另外呢食安趋势报告 以及民间特征组的节目哪里找 就在中间电视的YT 或者YouTube上面找 或者是赖小英YouTube上面 也有货架帮大家陈列好 比较容易找哦 好今天还要补充的吗 刚刚有提到就是 这是律师跟我提啦 就是说其实台湾人 不只是虽然比较难救 可是各国政府其实有帮忙 包括中国政府 还是有在零星的 我们资料过去 我们是有台湾人 因为这样子一起带回来的 那那个再来就是 这是陆队长讲的啦 我们坦白说 我们要跟各国政府 尤其我们自己国家政府 关系要维持很好 我们怕得罪人 但是你如果在金边 没有人能够保护你 GASO如果刚好在外面 在西港做事 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话 你就去中国大使馆前面唱国歌吧 有用吗 你会被抓进去 但是中国大使馆拉你进去 远远比 你被詐聘集团人拉走得好 然后慢慢再处理这件事情 我没有开玩笑 如果您在金边 没人能够保护你 你现在有危险 你就去中国大使馆前面唱国歌 唱国歌 而且唱台湾的国歌 不是唱大陆的国歌 因为大陆的一定会很生气 把你拉进去 你唱大陆的国歌 他可能还没有服务你那么热气 你唱台湾的国歌 他有一个就像你在天安的一样 是是 就一定要拉你进去 就被那个公安拉进去了 我们的政府角色在哪里 如果说你这个国际关系 不是只有跟美国好啦 跟周边国家都要好 好吗 因为人命关天 真的不要拿人命开玩笑 我们政府不要再有意识形态的区别 人命关天真的就老百姓的命重要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 下礼拜三下午5点到6点 一样直播跟为大家服务 帮被害人深渊皆发不公不益的事 我们下周见 拜拜